舉辦電影《太陽的孩子放映會》 國際級導演鄭友杰在台上接受訪問 這裡不是節目現場 而是在中和區錦和高中的演藝廳 台下師生睜大雙眼聚精彗玄 導演分享拍片的心得體悟 一字一句刻骨銘心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為了 可能為了工作或為了一些原因 常常沒有辦法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只要一家人能夠相聚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最難得的時候 我覺得國家國家大家都說 要先有國才有家 但是我覺得家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錦兒高中為了活化學習 104學年度總共舉辦了四場大型演講 這回結合電影文學主題 期待學生透過電影欣賞 學習到課本看不到的知識 把眼中所看到的感動 內化成心理的能量來源 我們其實錦和高中是為了要推動閱讀 因為現在的小孩都是喜歡3C產品 所以我們希望說有多元的活動 透過電影啊透過詩歌啊 透過種種的活動來讓他接觸 我們希望他接觸的東西 其實最主要是他是一個很正向的力量 那他裡面有一個念頭的力量就是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是我們生活裡很重要的 尤其現在那孩子面對很多的誘惑 他可能人生的目標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要孩子不要放棄 最主要是這個題材非常地真相 因為我跟流星許願 希望阿公的病不要好 你怎麼會許這種願望 這樣子你才可以留久一點嗎 電影《太陽的孩子》 故事內容不僅僅只是發生在原住民部落 同時點出社會逐漸被遺忘 或是忽略的事實 不少學生在看完電影獲得深刻體悟 也更懂得珍惜感恩 中央新聞楊州莉曉峰綜合報導 好 好